NBA的休赛期 如今NBA的休赛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,能够在NBA联盟掀起波澜的官方消息不多,但是,今天仅仅10小时,就有4个比较重磅的消息诞生。 这分别和火箭队、雷霆队以及胡仁队息息相关,火箭队官宣好消息,莫雷又一大交易达成,全明星中锋可望付出,胡仁有望廉价得到一句头,雷霆官宣交易,却不想要这样的第一。 今天,NBA官方记者Dan Robert官方消息报道,龙王波什依然不死心,仍有付出的想法。 波什面对采访的原话,是的,这,付出仍然在我的脑海。 显然,如果这没有发生在2月,我也不会操之过急,我仍会向前看,我依旧在克服困难,试着去做些事情,我期待着挑战,我知道自己还可以打球,去到某队做一个3D。 波什在2015年遭遇肺部血栓,这是一种杀死职业生涯的病,所以,2015到16赛季,他再也没有回到赛场。 但波什一直没有放弃,一直不愿宣布退役,他一直在尝试着付出。 此前有消息称,波什愿意跟胡仁签下一年的合约,胡仁应该不应该冒这个险呢?感觉有点悬。 第二个官方消息,我今天中午官方报道,火箭和太阳完成一笔比较重磅的大交易,火箭将安德森和梅尔顿送至太阳,得到克里斯和耐特,数据对比和实力分析上面,这二换二两组球员的实力基本对等,火箭拥有不少的好处。 百,拖了两年4168万美元的议价合同,减掉少部分的总薪金和奢侈税,唯一的隐忧就是,上赛季因为伤病报销的耐特,能否打出之前的实力状态? 总体来说,只要耐特和克里斯打出基本实力,火箭就是大赚一笔,克里斯上赛季场均得到7.7分5.5篮板,耐特,2016-17赛季场均11.0分2.2篮板,2.4助攻。 第三个官方消息,WOW官方报道,雷霆将用延期支付条款,裁掉前锋辛格勒,使用延期支付条款,裁掉辛格勒,雷霆这一招可以省下2340万美元的工资和奢侈税。 但是,NBA著名的薪资专家鲍比马克思官方报道,目前要交奢侈税的球队一共有8支,排名由高到低分别类,雷霆第一,7375万美元,勇士第二,4470万美元,猛龙第三,3450万美元,火箭第四,2044万美元,奇才第五,1832万美元,开拓者第六,1258万美元。 凯尔特人第七,603万美元,热货第八,486万美元。 今天,NBA第四个消息,每季Gary Rolfo官方报道,雷霆希望在新赛季开始前完成一笔交易,目前埃里克布莱德索,约翰亨芬,马尔科姆布罗格登以及托尼斯内尔,都被摆上了交易货架。 埃里克布莱德索上赛季,被太阳交易质雄鹿,场均17.7分加38篮板加5助攻,命中率47.3%,3分命中率3%,4.7%,数据还行。 但是季后赛季部的表现,没有达到雄鹿预期,因为这个消息排在火箭交易安德森之后,火箭球迷在评论区大喊,莫雷出手过快了。 还有更优质的安德森筹码,也有湖人球迷呼吁,我湖是时候出手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